能力 能力 你真可憐 我79年的生 好几 我已经快 天哪 看就是我 我有个童馨 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神态 澎湃新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邓昌 他心中的高尚还没有到来 就像我前两年去沈阳的那个中国心理学院 他们自己都有个小柜子 有个小包 他们叫拎包走人 是常见的 就接到任务就要拎包走人 其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大家都是说千诚似锦 然后他们他们经常说的 是一生平安 我当时在台上就 原来就想 原来我经常会去努力的想我多长时间 从哪个人物里走了出来 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出不来 只是我们一直在一块 他已经住在我的心里 就像原来新小枫采访的时候 我就马上会喘不过气 就是我得 我得深呼吸一下 就好像回到水里 好像回到那个死刑的那个台子上 是我演员的快乐 我并不把它当成一个痛苦 就是说我看到最痛苦 或者我感受 或者我去塑造的时候 我已经要叫救命了 要那样的时候 其实是我工作最快乐的时候 就像那个小枫的死刑 就是我们又重拍了一次 我觉得不够痛苦 就不够 然后跟老曹我们 我们一块再把它重拍一下 因为要不然我觉得对不起角色 就是我对不起我的这次选择 而且其实你选他的时候 你虽然看不见方木是什么样 他其实已经站在那 他就在你边上 然后在你的画像下 就像一个画布一样 你给他画 然后一层 两层 再上什么颜色 然后你在门口反复看 然后你去吃饭 然后你去睡一觉生活 再推开那个门 对 昨天那个 不好 再来 再画 让他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 我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 我觉得这次握手非常棒 我还真的不太会形容我这方面的 办法 我觉得其实我对工作的要求非常简单 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能带给这个世界什么 就像我们说城市之光 我们每一个职业都是这个城市的光 我喜欢看大家特别轻松 因为我们已经太不轻松了 都是低头族 然后没有什么相互之间 好像陌生人也没有什么交集 所以我觉得就想去理由特别简单 就是因为还有80岁老太太真的 你那个不录了吗 那个我等着看 就是 就是他从孩子到 他们都喜欢 为什么对一个都喜欢的事情要拒绝 昨天有记者问这个问题 他说你不担心 喜欢你 你看你演这个犯罪电影多好啊 没什么样 那个蹦蹦跳跳的什么 然后我就说 我说是这样的 我说我还干好多别的事情都不知道 我说还干剧场了 那很多人也问 干嘛干 所有人都在关剧场 你干嘛要干剧场 我现在不仅是 我不仅是开了一个 我现在开第二个 而且我现在还弄了跟儿童剧有关的 当我有了孩子之后 我发现孩子的审美和娱乐也很重要 那么多好的东西 我怎么办呢 我得去找 拿到中国来给孩子们看 这个事情也很有意义